牛池灣以前都在牛池灣 湧到有幾條牛 結婚年假 現在都說到牛池灣 不然一個人是牛池灣 要講牛池灣鄉的故事 就要由明末清初年代講起 想當年這裏是沿海間地 強至平石彩虹 遠至清水灣道德望學校 都是屬於它 而第一家搬來的 就是星道的客家人 當時最早就是我們 一片荒陽 都是海、田等 心裡怕 所以有些聖陽、聖樓 那些人在這裏 是 錦叔今年83歲 連大妹姐和華叔 就是村民口中 幾位僅餘的牛池灣村原住民 是的 是一條村 一條老村 這些都是村 這裡以前全都在地鐵 在地鐵還原建屋 給我們的村民 現在變得厲害了 現在我們不認識人 原居民就少了 原居民就少了 真的沒什麼 的而且確 五十年代尾 彩虹地鐵一起 牛池灣鄉的範圍 越縮越小 只是盛低牛池灣村 雖然舊村屋 已經換成高樓大學 面目全非 但在這裏 還找到 一間隱藏半世紀的老茶經 1964年 我和爸爸兩個在這裏 就開始創業了 到現在 就應該是有五十一年了 開始做的時候 賣的咖啡、奶茶、飲品 都是兩毫半的氣 但是 遲到今天 幾十年了 這個世界 什麼都變了 周老闆 在牛池灣村 土生土長 以前和爸爸媽媽 住在店隔離的小屋 都結婚 接搬出去住 幾十年 見證著老村的改變 編發很大 因為以前的關係 當然好 每個都打成一片 一見到面 大家都好好談 當是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農居 很有種鄉纖情的感覺 建設地下鐵喉 將樓池灣的房子拆掉 唯一沒有變得那麼多 可能就是餐廳的格局和食物 簡單幾款全日供應的ABC特餐 餐牌還是由老闆親手寫的 一碟窩蛋免治牛飯 牛肉是新鮮脫碎 混合自家製的茄汁煮兩煮 打滑蛋就搞定 加一杯懷舊紅豆冰 冰是人手作碎 重用了超大顆的頂級珠沙紅豆 軟綿綿 甜芝絲 這間餐廳也是加一元 今十位 難怪會成為學生哥的飯堂 那現在餐廳 是否也打算被兒子打來 我的願望就是這樣 自己能力做得到就做 一直做下去 做到自己 真的 年紀大到做不到 今天沒有辦法 都有運情在 老闆最希望的 都是這間家族色茶餐廳 可以在牛池灣村延續下去 繼續為老街坊 帶來一份親切的味道